12點鐘的時候 講了有關於提高長者忠援年齡的一些 我們叫它做改進措施 這些措施我們認為 是政府願意聽取我們議會 和市民的意見下作出的一些改正 這個調整下我們認為是正確的 也因為它的改正之後 也有部分符合年齡的 拿中緩的朋友 即是60至64歲的長者 將會獲得中緩批准之後 它就會拿回和原來的基本金一樣 所以我們覺得它這個做法是聽了我們的意見 但是我們對於支援就業的補助金的具體操作 政府有必要在再來立法會向大家講清楚 也都會我們覺得這次這個措施裡面 有另一方面的問題未有所改進的 包括就是就業的問題了 因為我們一直都批評政府 他們的做法是對長者的不敬 也都對長者來說是一種苛刻的做法 其中就是他們要上60小時的就業課程 另外也都要見福利官 這些的做法都將會令到60至64歲 拿中緩的長者來說是有一種莫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應該要在這方面 是要以鼓勵就業為主的一個做法 然後對長者來說 才有一個更好的適切安排 我們在這方面也都希望政府 要認真考慮我們的意見 包括就是第一就是要為這些長者加強培訓之餘 不能夠再次被壓力的長者 即是說是不能夠用一個叫做福利官去審查的一個制度 又或者是將這些福利官見受助人 他應該要有一個更寬鬆的時間 令到他們沒有一個叫做被工作的一個情況 我講到這裏 郭培凡議員有沒有補充 好啊 經過了這次的事件 社會都有一個印象 就是覺得政府對長者不夠關心 所以我希望政府都會檢視一下 未來對長者和弱勢社群是需要有更加多的關愛 還有在推出政策之前要考慮清楚 以同理心為出發點 始終我們香港的長者 都是為我們香港過去和現在 其實都作出了大量的貢獻 有很多長者 事實是捱了半世人 去到六十歲已經是不容易再找到工作 有時候是想做找不到 有時候是有心但是未必有能力 我今天都仍然收到一些長者告訴我 你以為我不想找工作嗎 我有能力找到工作 我絕對不會拿你的綜援 香港大部分的長者都是這個心態 自己有能力的話一定不會去拿綜援 但是正正是最弱勢最需要的長者 事實就是需要一個安全網去幫他們 這次特首推出了這個新的措施 我希望做得到的就是關顧一下長者的心理 對他們好些 希望不要我們遲些又收到投訴 說長者覺得去到很難很難很難才可以拿得到 要過五關斬六仗 申請程序非常繁複 逼他們早些他們做不到的事 我不希望聽到這些 我希望這個措施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措施 不是只是一個保獲的措施 阿丁有沒有補充 是重要的 但是我必須要提到 現在的問題 所以要提到這次的措施 提到這次的措施 是不算是最好的措施 我們請了很多措施 但為了很多措施 他們不能做到的措施 所以他們不能做到的措施 所以他們會選擇 但我會提到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們是對今次他們的願意聽 我們意見是表示肯定的 對於我們昨天做的修正案裏面提出要各自 甚至是要求年稅退回60歲 我們都會繼續堅持 也都希望他繼續聆聽我們的意見 而我們覺得政府過往用一些非常的手段 將一些議員反對的一些政策 他仍然用一個預算案方式來通過 我們覺得這個做法是不恰當的 在這方面我們都反映了給特首知道 特首也都同意了這些情況他不會再發生 所以我們覺得雖然今次未能夠即時可以 這個政策停下來 但我們覺得他這個做法 仍然是可以讓我們去肯定他的聽意見那一面 那其他這些掌制津貼那些呢 我們希望能夠繼續跟他反映意見 包括一些叫做每一年都有一些叫做營養費等等 那些東西其實大概平均每年是幾千元的 我們都希望他能夠在這方面再考慮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嗎 是啊 有沒有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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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